大家好 我們現在都在關注徐州封縣的八個孩子的母親的事情 我在做我關於這個事情的評論的時候 我在想如果這個事發生在澳大利亞會怎麽樣 與其自己想或者自己查 不如我們找專業人士來了解一下 今天我們找到了一位在珀斯的 專門從事澳大利亞殘疾人護理方面工作的朋友 你好 你好 奶爸 你好 你好 請您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在西奧珀斯做社工 Social Worker 然後我是做NDIS這一方面的 然後我工作的地方是專門做mental health 就是NDIS下面有很多不同的殘障 然後我們專門做mental health 就是精神殘障這一方面的客戶的 OK NDIS可能有的人不了解 就是澳大利亞的國民的殘障護理體系是嗎 國民殘障保險體系 殘障保險體系 對 是專門就是說資金上怎麽樣支持殘疾人護理的 對 好 我們就單刀直入問一個問題 如果像其實關於徐州風縣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還沒有知道最後調查結果嗎 我們先拋除是不是拐賣這個因素以外 我們能夠知道的是第一個 就是這個人如果他不是拐賣的話 他是在很年輕的時候流落街頭 殘障人是流落街頭的 第二個他是被人撿走的 就是其實被人非法拘禁起來的 第三個他跟人結了婚 辦理正常的婚姻手續 第四個還生了孩子 這四個事實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對吧 對 我們現在就這四個事實我們分別來了解一下 在澳大利亞有沒有一個殘障人士 有可能會流落街頭 殘障人士流落街頭比較難 但是如果是精神殘障的話 其實蠻多的 你想在悉尼你也知道蠻多人流落街頭的 對homeless在澳洲是個挺嚴重的問題 但是呢 他們其實有很多的 我覺得很多是個人選擇的問題 就是他們是有很多的support 有很多的支持 但是很多人選擇不去接受這些支持 就比如說我最近接觸的一個客户 他是從監獄放出來 他是被診断精神分裂 然後他在街上襲擊了一個人 然後被管進監獄 然後放出來 放出來之後呢 他首先refer到他去醫院 就是他要進一步接受治療嘛 但是醫院就是他精神狀態是OK的 就把他refer給了社區的這個 就community mental health精神 社區的精神就是進一步在社區裏面治療 然後呢這個社區呢 他會有一個case manager 然後這個case manager呢 就會給他吃藥啊打針啊 然後幫他解決一些生活上困難 比如他現在沒地方住 那這個case manager 可能就會幫他找一些地方住 但是呢他選擇不去接受這些幫助 他就要吃藥打針那我就走了 你也沒法強迫他們 你也不能 他們是有很多人 就自己沒辦法去做決定嘛 他們可能在cognitive就是認知上面有問題 他可能不能自己做決定 他可能會有一些監護人 但是監護人呢可以簽所有的字 但是他不一定 你還是不能physically強迫他去接受這些 所以我覺得是有很多體系去幫助他們的 但是呢他如果自己不接受的話 那確實是沒有辦法 我其實在之前跟一個叫粉紅的博主 我叫磊哥吧 連線的時候他就提到了澳大利亞 不是當然美國也很多的就是homeless 就是流落街頭的人 然後我當時跟他講的 我據我所說有很多是主觀的選擇 因為當時我採訪過悉尼的Martin Place 那邊的很多人在那邊露營 有一個很大的營地 他聽了覺得很好笑 很多人聽了覺得很好笑 說難道有人自己願意流落街頭嗎 事實上就是這樣子的 對 不過你剛才說的有幾個點 我想追問一下 第一個你說他們自己 比如說我襲擊過別人 我對他人可能構成傷害 那麽這個時候難道不應該 他說我不想接受幫助就不想去了 難道不應該把他控制起來嗎 以免他對他人造成傷害嗎 這就是澳洲對於殘疾人特別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要給他們選擇choice and control 就是如果說他進去監獄以後放出來 那說明他已經他扶過醒了 他已經付出過代價 放來之後醫院判定他的精神狀態 是stable的 就是他不需要進一步的住院治療 就是這裡面有個流程就比較複雜了 就是說他從醫院 就比如說一個人精神病患者 他從醫院治療好了之後 覺得他醫學上來說是stable的 把他放出來 放出來呢 但他要進一步在社區裡面接受治療 社區裡面呢 這個case manager也有一個 專門的treating doctor 就是給他們進行定期打針吃藥 但是如果你要是不去打針不去吃藥 這就是很麻煩的事 對他們也不能 對他們也不能醫生也不能強制 然後你剛才說到監護人 監護人也不能 如果他是未成年的話 成年也會 監護人的話 如果醫生判定他不能自己做決定 那就要找監護人 監護人也可以是家人 然後可以是department of justice 就是指派一個公共監護人 但是監護人也不能強制他 如果他在外面做了犯了什麼事情 監護人也不會承擔責任對不對 監護人不會承擔責任 監護人可以幫他做 監護人不會承擔責任 監護人是政府指派的 對 那問題就說這些人他如果我真的就不想去 那真的就沒有辦法 如果他不接受治療的話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手續就是community treatment order 就是社區的強制治療令 如果你不去遵守的話 那可能幾天之後就會報警 然後報警 可能你的case manager會和警察一起去找你 去給你打針吃藥這樣 那如果他還不去呢 他還不去呢 還不去就一直這樣 就我的經驗來說 我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確的手段 但是呢我的經驗來說 如果你不去接受治療的話 事情是蠻大的 就是你要警察會去找你 但是如果你定期接受治療 OK 比如說像我之前說的那客户 他雖然流落街頭 但是每兩周 他都會真的去社區找那個醫生去打針吃藥 OK 他不接受任何其他的幫助 他不想讓我幫他找房子 他不想讓我幫他找support worker 他不想接受任何其他的therapy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 那是他自己的選擇 對 只要你們不來找我麻煩 我也不想你們來找我麻煩 是吧 他我只想過我想過的認識 可以這麼理解 OK 那麼我剛才說到成年和未成年 那麼成年的精神殘障人士 和未成年的精神殘障人士 就是他們所受到的保護 因為未成年的人不能自己做決定 是吧 對 首先小朋友我接受不太多 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你要被診斷是精神殘疾 特別是你這樣比較多 你像精神分裂這樣的話 一般都是20歲左右 所以小朋友很少有被診斷是精神上面有殘疾的 非常非常少 我有一個13歲的客戶 他是被診斷叫 Childhood Schizophrenia 就是 兒童精神分裂 很少見 大概是1萬人還是4萬人當中才會有益力 大多數的精神上的問題 基本上都是在20歲以後才會 可以正式診斷 可能在20歲之前 他們會覺得這是自閉症 或者覺得有一些幻覺小生育功夫之類的 OK 所以呢 那就是從NDS這一塊來說的話 小朋友他不會給太多的 他不會給太多的 就是cool support 就不會給他太多的support worker 但是會注重在他的therapy上面 就會放很多錢給他去做治療 我說的治療就比如說像occupational therapist 就叫作業治療師 我覺得好像在國內沒有這個概念 作業治療師就是 作業還是職業 occupational不是職業的意思嗎 occupational 對但是翻譯成中文叫作業治療師 具體 就是他就是一個很全面的 就是他assess你能不能做什麼東西 就能不能做飯了 能不能洗澡了 就是一些就做一個很全面的assessment 然後還會給一些錢做 叫PBS Posted Behaviour Support 就是說正向行為治療 就比如說有些小朋友會 比如自閉症的小朋友 他會有一些行為 有一些behaviour 比如說他會抓頭髮啊 會公共場合大叫啊 這些Posted Behaviour PBS呢就是幫你去 找到說為什麼這個小朋友會這樣 然後以及我們怎麼去面對這個事情 如果說我們找到的trigger 然後我們再進行相對的治療 或者告訴你的父母 告訴你的support worker 他會放很多錢在這上面 他是還是會希望父母多承擔一些責任 就是說讓父母去做core care 就是他是最主要的照顧者 對我們有點歪樓了 其實我們有點歪樓了 我剛剛意識到 其實我們在說精神的殘障人士 或者說其實我們好像聽起來有點像說 認為分線那個女的 她是先天性的精神分裂 其實並不是這個意思 我更多的不管是精神殘障 還是智力殘障 其實更多的我在考慮的就是說 是政府也好 或者說他們的監護人也好 所能給予他們的保護 我們假定是一個未成年的一個智力殘障人士吧 是吧 那她的父母對她有哪些的義務 就是說如果你不去管她的話 是不是就會可能涉及到你這個父母違法 對如果父母不去管的話會有shelft detection 就是兒童保護部門介入 去剝奪你的撫養權 然後根據你的嚴重程度來判斷吧 shelft detection是另一個領域 我不太懂了 但是我覺得我聽說過的一些 比如說去把孩子抓走了 就帶去shelft detection的機構去撫養 然後你有一定的探視權 然後你可以去定期去看他 但是一定要有人陪同 這個shelft detection這塊 比如說像我們 如果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如果發現說我的客戶對他的孩子不好 我是有這個叫什麼mandatory reporting 就是我是有義務去上報的 嗯嗯嗯 了解我知道 對如果說這個孩子錯過了一個醫生的appointment 這個醫生也有義務去上報 就是說如果你不來這個醫生的appointment 這可能就是neglecting 就是忽略對孩子的照顧 如果孩子出什麼事 醫生也要負連帶責任的是吧 不能說是連帶責任 但是醫生是一定要去report這件事情 OK 如果一個智利殘障的一個小朋友未成年人流落街頭呢 這個事兒就大了 這個很嚴重 如果說小朋友流落街頭的話 我個人沒有接觸過了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會滿嚴重的一件事 應該警察會介入了 然後shelft detection是一定會介入的 不管最後的原因是什麼 shelft detection八成都會先把孩子帶走 再說 如果他是有殘疾的話 應該會更嚴重一點 對 我查了一下 至少昆士蘭州遺棄兒童罪最高是7年 所以如果說你遺棄一個未成年的智利長占人士的話 我估計應該差不多快夠到這個線了 這個事情我個人是沒有見到過 但是我確實是見到過對孩子不好 或者說不帶孩子去看病 這個就已經滿大 這些事情其實就已經足夠讓兒童保護部門來介入了 據你所知 如果說像風險發生的事情 我撿了一個殘障人士回家 其實就是限制人身自由 或者說不叫拐麥吧 就是叫什麼 可以綁架嘛 相當於是有點類似這樣子的 在澳洲如果對於殘障人士有這樣的傷害的話 你聽說過類似這樣的案例嗎 我沒有聽說過 但是我感覺很難發生 就我個人的認知來說 我感覺很難發生 因為還是 我覺得就我接觸的人來說 不會想說你在街上看到一個殘疾人 你要把他抓走 就是你要把他綁架 你明白我什麼意思嗎 就是我感覺很多澳洲人在心理上沒有這個認知 就比如說抓去讓你給我生幾個孩子 或者這種事 我覺得在認知上來說就完全不會出現 反正他已經超出我的認知範圍了 如果我們在街上看到一個殘疾人 說想我會幫他吧 我們會報警吧 我們不會想要把他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來說我不太能理解這種事情 而且如果說有沒有可能發生一個殘疾人 比如說失蹤了 然後也沒有人去報案找這種情況 比較少 我接觸的殘疾人大多數就是有比較完善的照顧體系 就是要不就住在groupon 我看了您之前那個採訪 對 那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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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groupon 就是這種要不就住在這裡 然後要不就是家人照料 如果一旦走失了的話是有一套完整的 他們有一套完整的reporting procedure 就是要先打給誰再打給誰 然後要上報要寫因此report 然後他有一套完整的體系 所以很難發生這種事情 我感覺 就是如果你生下來 比如說或者說你到了某階段 你突然發現你是一個智力殘障人士 你就會被陸入系統對不對 就會一直的對你進行一個保護或者監控 你在體系內 你會有diagnose 然後你一旦診斷之後 不管是GP還是NDS 還是如果有shelptide診介入 就各個方面都會介入 如果真的有一段時間找不到 你一定會有人發現 嗯嗯嗯 了解 一定會有人follow up 好的 我知道你時間很有限 我們就趕緊下去下一個話題 我們下一個話題 這裏面我們就到了第三個話題了 他跟撿到他的人辦理了合法的結婚手續 這個是讓我們很不可思議的 尤其是在中國你也知道落戶或者說結婚 這個都需要出具多少東西 問題來了 在澳大利亞一個精神殘障人士是否可以 或者智力殘障人士吧 就是我們認為他的我不確定他是不是有自我選擇能力 這樣的人是否可以跟他人交往 你也知道澳洲人在兩性關係上還是挺開放的 所以不交往 包括結婚其實問題不大 但是主要是看他有沒有這個認知能力 我有很多客戶 他是我不知道他們是結婚之前就有精神問題 還是結婚之後才有精神問題 很多客戶是有家庭有孩子的 然後呢 智力障礙的比較少這種比較少 但是有精神障礙的蠻多的 然後呢我覺得 解決問題 他們的解決方式是說 首先在澳洲你不結婚生孩子也完全沒有問題 就是這個沒有落戶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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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手續上的問題 我接觸的一些呢 比如說 NDS會提供兩性關係的counseling服務 就是他會教你 就是他會有一些fonding告訴你 就是兩性之間 男女之間怎麼相處 不不光是就是夫妻或者男女朋友關係了 就普通的朋友 因為他們缺少很多認知能力 就很多我們覺得很正常的事 他們是不會覺得的 就比如說 如果下雨了 我會選擇把門關上 但是如果他們在他們眼裡關不關都一樣 過麻煩之後我會關火 但是他們可能覺得不用關火 就他們的認知能力是不一樣的 所以會有一些counseling服務 就是讓他們定期去接受counseling 然後告訴他們怎麼樣 要扶養小孩 怎麼樣 怎麼樣就兩性關係當中 你的丈夫應該怎麼對你 你的老婆應該怎麼對你 甚至包括朋友之間 我們一個正常的友誼應該是怎麼維繫的 他會有一些這種服務 我可不可以這麼理解 就是我們正常人 平常人看起來理所當然的很多事情 這些殘障人士他們都需要去接受教育 然後到達一個水平以後 他們才能做這件事情 對 這個在比如說自閉症方面是特別明顯的 很多自閉症的人 你看上去他可能沒有自閉症 但是他其實有的 因為他知道怎麼樣就不表現出來 就咱說巴拉這個事 就是說他的母親 可能如果他真是精神分裂的話 他可能完全沒有認知能力 他說不定這樣 他說不定會覺得這個生活還挺幸福 就被人綁架生孩子 對他來說可能稀鬆平常 就是不會像我們覺得這麼大的事 他可能自己完全沒有這個認知能力 所以如果是在澳洲的話 可能他在他被綁走之前 可能他就已經會有一個監護人了 可能會有一個政府指派的監護人 如果說他家人不能負責任的話 可能已經會有一個政府指派的監護人 如果他消失了的話 如果他有NDS的話 NDS會幫著找他 如果他有case manager 把社區里面總會有人發現他不見了 然後這些監護人會教他 比如說什麼樣的生活 是一個正常的生活嗎 什麼樣的生活是一個禽獸 是一個 怎麼講的 我說的比較激動了 那種生活不是人過的日子 什麼樣是人過的日子 沒有關係 監護人是簽字 然後給一個大方向 然後具體怎麼實施 是像我們這種service provider來實施 比如說NDS會給他寫一個go 就寫一個他的目標 就比如說我要過一個正常人的 我live independently 就是更獨立的生活 然後比如說像我們這種工作 我們就會幫他找相對的provider 就比如說找我跟他說那counseling 然後教他你要良性關係之間是這樣的 然後比如說給他找sport worker 讓sport worker去帶他去做飯 帶他去買菜 教他做飯 然後逐漸這樣過上正常的生活 就是有一個我們專業名詞叫build capacity 就是你要提升你的生活技能 對又跑題了是吧 沒有沒跑題 我聽得很入神沒跑題 然後包括其實殘疾人的性需求 也是個挺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經常忽略他們的性需求 NDS曾經是會給他們錢 讓他們去比如說買sex toy 去玩具或者甚至會早期是有sex therapy 就是直接去教肌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 現在比較難了 因為他確實有一些倫理道德的問題在裡面 所以現在基本上就剩下這種兩性的counseling 還是比較符合他們的需求的 OK 就你看的 如果說我們說八王安事件那個女人 她那樣的有沒有可能符合就是說與人交往 或者他們有沒有可能不管是與人交往 結婚 生孩子 或者說表達自我的意願的主觀意願的能力 我感覺是沒有 所以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澳洲 他應該是會有Guardian幫他做一切 監護人幫他做一切的決定 不管是你要吃什麽藥 你要住在哪裏 比如說你要租房子 你要簽合同 這些都應該來監護人來管 而不是讓他自己來決定 如果他說我今天我喜歡那個人 我想跟那個人結婚呢 管不到那麽細緻了 說真的 如果他喜歡那個人想跟那個人結婚 我理解的話這個就是choice and control 這是他自己的決定 但是你如何判別他有這個能力做出主觀的決定呢 這個就要看相關的專業人士來判定了 就要看他的GP 如果是在澳洲上 你看要看他的GP 你要看他的case manager 你要看他的醫生會不會同意 這到底是由誰同意 比如說他告訴監護人講 我喜歡那個男生 我想跟他生猴子 然後這個監護人會去給他做測試嗎 或者安排醫生給他做測試嗎 應該是不會 但是我覺得我個人的理解 如果說這種事情發生在澳洲的話 他可以結婚 他可以生孩子 絕對沒問題 但是在他生孩子之前 很有可能就已經有兒童保護門介入了 就是說他可能就是因為根據他的 就medical history 根據他的平時的行為 根據一些專業人士的報告 他可能沒有這個能力去扶養孩子 他可能沒有能力把孩子養大 所以呢 如果他要結婚的話 他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主要是後續的問題 後續會有很多棘手的事情 然後這些就是需要專業人士來處理 我突然冒出來一個新的問題 我們知道跟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 在任何地方都是被視等同為你是強暴的 對 那麽如果跟一個精神殘障人士發生了性關係呢 我不太清楚說真的 但是我有很多客戶是有家暴的問題的 我們所在我所工作的區域就是一個出了名的家暴高發區域 所以還是看要由誰來介入 像警方就被介入了 這種事情說真的你跟殘障人發生性關係 如果說他沒有任何認知能力 你也沒法取得他的concent 這是非常tricky的一個地方 對 是一個非常tricky的地方 我覺得應該是gray area ok 好了解了 前面我們知道 就說如果說封縣這個女人 她是自己走失的或者怎麽樣子的 按照我個人的生活經驗來講 我覺得可能她家人根本就不想找她 根本就不想找她 我想問一下 如果說我家里有一個精神或者智力殘障人士 她本人我們知道她會受到什麽樣的保護 她的家人會怎麽樣生活呢 她的家人生活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嗎 就我所接觸的 我覺得不會受到太大 就如果你有nds 包括你這些澳洲的這些社會福利 在後面兜底的話 其實不太影響不是特別大 當然有影響 比如說你孩子小的時候 政府還是希望你來 就父母來做主要的照顧者 他不會給你太多的錢 請人讓你請人去照顧 但是總體來說 你能得到很多的support 比如說我剛才說的OT啦 PBS啦 然後呢 你在澳洲的這個 他分為INFOMO和FOMO support INFOMO就是這些家人 家人朋友鄰居 FOMO support就像我們這種 就是拿錢干涉的support機構 所以呢他們會有一些自己INFOMO support 而且還是我還是覺得澳洲人對於殘疾人是非常包容 就是一個很包容的心態 你帶著一個殘疾的孩子出去不會有任何問題 對好像不會有人指指點點 然後還會反倒還會很友善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所以我個人覺得我接觸了很多 比如說我像13歲的孩子 他家裏5個孩子 就他一個人就是有問題 父母當然會有一些我們叫care or not 就是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了解 對但是相對的我們給予他們一些支持 比如說你如果想去放假 就想去出去玩一趟 我們可以找一個機構幫你把孩子管他一個禮拜 大概是你想去度假 你需要去工作 基本上都不會影響 確實是整個環境寬鬆很多 然後也舒服很多我感覺 就是殘疾 他可以和一個有殘疾的孩子或者家人一起生活 完全沒有問題 對你剛才說的外面殘疾人 社會對於他們整體的寬容 我在外面經常能感覺到 一個人會領著一大堆殘疾人過來 然後大家都自動的給他們讓 称称微笑 說好說我個人是覺得很暖心的 而且我聚到不止一趟 我在這個行業這麼多年 這是到現在都是最暖心的事情 其實你剛才提到的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我之前採訪另外那位女士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談到這個話題 就是NDIS支出是非常巨大的 是吧 每年有幾十億還是上百億 還是有多少 我記得很大一筆錢 22美元 而且每年在遞增 那麼它其實不只是把這個錢花來 用來改善殘疾人的福利 更大的成分是用來改善殘疾人的家人 給予他們自由 減輕他們的負擔 所以你看起來只花在澳洲本地的幾十萬 或者十幾萬殘疾人身上 你把它乘以一個家人的係數的話 其實就是匯集了很多人 這個社會里面的很多人 那麼我個人比較關心的一個 我作為一個選民的很關心的一個數字 就是NDIS的佔澳洲的財政支出的比例 現在是佔大概大概百分多少來這 好像是1% 1.1% 但是似乎每一年都會在似乎調整 往上升對不對 對 那你覺得1%這麼大的一筆錢 你覺得這個可以持續嗎 如果每年這樣漲下去的話 社會會不會無法承擔 尤其在經濟如果受到疫情影響下行的情況下 我這個經濟方面是不太懂 但是我個人在這個行業裡面工作 直觀的感受就是NDIS不是光發錢 它不是把錢發 它不像Sendlink那些補助就把錢發給你 NDS更多的是就是它是Pay for Service 就是它更多的是發給你服務 就是比如說像我說的Support Worker OT 然後像我們這種社工性質的 它更多是它已經完全商業化了 我感覺就是我工作的地方是 Not for Profit是非盈利性質的 但是這個行業大多數的Provider 其實都是以賺錢為主的 這個顛覆很多人的認知 就很多人特別是我像在我跟國內的朋友了解 然後做做這個能不能掙錢呢 其實做這個現在都是都是就是以掙錢 我覺得以前到位了服務才會好 然後這樣才才竟然能得到更好的 更好的這個服務 更好的服務上他們的生活質量才會提升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然後呢 NDS呢 因為它不是完全發錢 它是它是發服務 所以呢 我覺得它在創造很多就業呀 雖然說 雖然說它是給錢了 但是 比如說你去上你去上Seek上面看一看 這個Jones Paul Walker的每一天都在找 超級超級多 嗯嗯嗯 就是它創造了很多很多就業 然後呢 還有很多比如說 輪椅啦 助聽器啊 這種就是小問題 也都是NDS的cover 所以其實它不是說每一個人都 就是大手大腳都給他們錢 而且就是因為它是保險性質嘛 所以它非常就是evidence based 就是你說你要這筆錢 那你要給我evidence 你為什麼要這個錢 就比如說你需要輪椅 那你為什麼要輪椅 你需要比如report 來支撑你這個觀點 你為什麼要輪椅 就大概是這個道理 然後理論上來說 對於比較年輕的NDS的 就是client來說 因為它是保險嘛 所以你按理說你每年 你的情況會越來越好 所以你需要的錢 應該越來越少 嗯 然後呢 比如說你50歲以後突然健康狀況下降 你可能到時候錢就會越需要越多 所以就是它不完全是一個 每年撒多少錢的問題 我覺得它更多的是一個 就是創我是覺得創造很多的就業了 嗯 那現在國家給了一筆預算在這邊 然後你通過商業化的方式 來認領這筆預算裡面的開支 是嗎 對 基本上是這個道理 對 對 市場化的方式 當然我個人是非常贊成的 這個應該是最行之有效的 但是呢 凡是在市場化的方式裡面都會發生一些濫用的情況 因為我個人以前了解過澳大利亞的養老行業 就曾經有人跟我講各種各樣的濫用養老的開支的手段 在NDS裡面這個商業化過程裡面有沒有可能有同樣的問題 比如說浪費也好或者說是濫用的 肯定是有的 但是現在要求越來越嚴格 比如說曾經NDS是可以 比如說我之前說的sex toilet sex therapy 曾經還是可以 比如說他們想去健身房 我們可以給他健身房的錢 想去游泳也可以游泳 就現在都不可以了 他現在比較嚴格 就是他只cover你disability related那一部分的錢 就比如說 比如說 你你有殘疾 但你需要開車 然後他可以比如說給你的車做 做modification 做改裝 比如說可以把車子放輪椅 但是他不會給那輛車的錢 你需要自己買那輛車 就是凡是我們正常人需要做的 比如說買菜 吃飯 這些NDS通通不cover 他只cover你 比如說你需要改造車 那你需要有個車 然後我給你改造 大概就是這個道理 了解 了解 現在已經越來越嚴格 曾經剛剛開始的時候確實是比較混亂 我覺得現在是確實 而且我像我們的provider 每三年都會有一次audit 審核 對 看是不是 對 這個東西誕生好像也才不過就七八年左右的時間 是吧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個逐漸完善的 西澳還剛剛加入三年 對 四年 四年 對 16年 對 西澳是16年加入的 16年 所以它本身是需要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的 很多看這個節目的 包括結合中國的情況 很多人都會有這樣一個疑問 我替他們問出來 中國的人均GDP是每個人1萬美元 澳大利亞的人均GDP是5萬美元 那麼如果說NDIS的預算缺減五分之四 你覺得還能夠滿足澳大利亞的殘疾人的一個基本的需求嗎 他們想說的服務會比現在差多少 我覺得會差差不少 就是單從NDIS這方面來說應該是會差不少 因為許多人需要NDIS去 比如說有一些人需要24小時的照料 那這一下子就比較困難了 然後呢 但是就算沒有NDIS 它還是會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我剛才說的case manager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機構拿不同政府方頂的會來介入 所以如果說NDIS缺減很多的話 確實是會造成很多影響 而且包括就業 很多人就會失業 像我這樣的人就會失業 然後家裡人的壓力也會增大 因為沒有專業人士來照顧 那你只能自己上 然後我覺得會有很多部分的因素 OK 我的意思是我想問一下NDIS有以前的話 這部分的殘疾人的服務比現在差的很多嗎 你說以前嗎 對 在有NDIS以前殘疾人的服務 享受的服務比現在差很多嗎 我在這行工作的時候已經是NDIS了 所以我不太清楚 但是差的應該是不太多 它只是手續有一點更加繁瑣和完善 就是它現在相當於是NDIS 把這個資金的來源統一了一下是吧 以前是這個這兒有個來源 那兒有個來源 它現在是主義聯邦性質的東西 以前是各州各港府的來源 OK 我問剛才的問題 說白了還是想落實到中國這個情況 就是說在中國現在這樣一個經濟情況下 據你所知中國人的殘疾人的狀況如何 首先我沒有在國內工作過 就是沒有在國內做過這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也不好評價 但是我是覺得說澳洲的無障礙設施做的真的特別好 我曾經做spoWork的時候帶客戶出去坐輪椅 推著輪椅 完全感覺不到自己在推輪椅 就是他去購物中心裡面逛 給他們買咖啡 吃個飯 就完全沒有任何阻礙 但是就我的印象裡面 如果在國內的話 商場就很難進去了 就光是進商場 我就記得門口就會有一個小柱子 小柱子一排你就已經很難進去了 然後主要還是觀念問題 我覺得澳洲人就是對於殘疾人是很包容的 這個在國內就已經差很多了 你导航犬上公交車還有人急急歪歪的 就是差的很多 你看這邊导航犬出去完全不受任何的影響 殘疾人可以開車 讓殘疾人有自己的車位 然後從來不會有任何人去搶占殘疾人的車位 包括在公交車上 殘疾人可以上公交車上火車 完全不會有任何人搶他們的座位 然後殘疾人可以工作 這個在我知道據我所知在中國也有了 但是在這邊的話是更完善一點 就是比如說很多東西你想像不到 可能都是殘疾人做的 比如說警察穿的安全背心 那個就是殘疾人機構做的 然後比如說罰單 西澳的超速罰單 都是那些殘疾人就業機構印出來的 所以他們是可以工作 然後整個社會氛圍是很包容的 我覺得這個就 就這個不是錢的問題 就不是投入多少錢的問題 是人觀念的問題 就是我感覺國內的這個 無障礙設施建設吧 就感覺跟國族似的 就是你說他 你說他 你說他努力沒有 他也努力了 你說他花錢沒有 他也花了 但是最後看不到成果 就是 因為他不是說 比如說無障礙設施 不是說有樓梯 你在旁邊蓋一個坡 就是無障礙設施了 你需要有人去量 你需要有人去設計 你需要有人 所以更多的是人才培養的問題 比如說我剛才說的OT 我在國內就完全沒有聽說過OT這種東西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不太 我沒有工作過 我在國內沒有工作過 我不知道殘疾人 像我們這種行業在國內是怎麼運作的 但是就我直觀的感受來說 比如說那一年 說個政治不正確的事 那一年共和國勳章頒發在人民大會堂 對把那個輪椅 對 我當時看到這個我真的是好生氣 我說人民大會堂 連個坡都不裝 就真的是很生氣 而且我覺得這不是什麽光榮的事 你把人抬上去真的不是什麽光榮的事 如果你把坡把人推上去 我覺得看起來更好看 就是更多是這種細節和觀念上的問題 好 我簡單總結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對我順便再問一下 你覺得因為很多人會覺得中國為什麽做不做這些事情 是因為沒有那個錢 是因為人均GDP只有澳大利亞的五分之一 你怎麽看來這個問題 就像我說我覺得這真不是錢的事 這真的是觀念的問題 其實 你覺得觀念上來了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嗎 我覺得觀念上來了 自然你就會想到用一些錢去解決這個事情 OK 對 它可能是軟件的問題了 包括人才的培養 包括貨備力量 包括你整體的社會氛圍 就是國族 沒有人看錯哪來人踢窮 這個比喻很正確 因為國族看起來也是砸了很多錢 看起來也是各種各樣的方法都想過了 似乎也是永遠無法解決 所以關鍵還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對 了解了 好 感謝您跟我們聊了這麽多 不好意思 拖了很長時間 下次希望有機會咱們再聊 好嗎 謝謝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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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